倫其他人約好收錢 是不是 你們有收錢嗎 四號才重獲自由 時代力量前黨主席徐永明 話不多說快閃回家 80萬元交保 現在恐怕有所變化 北檢六號針對 百萬交保的立委 趙振宇和徐永明 提出抗稿 還是堅持沒有收賄嗎 另外立委廖國棟 和立委趙振宇的辦公室主任 遭到收押禁見 同樣也提抗稿 高院六號晚間完成分案 最快七號 結果就會出爐 被公訴檢察官所指涉說 犯罪行為事實上只有契約而已 徐永明只有契約行為 因此裁定交保 但平面媒體報導 趨勢民調總經理吳士昌 幫李恆龍搭上徐永明 辦會議前 吳士昌曾賴說 拜託活動來一下 徐永明推託 等此黨主席再說 吳士昌強調 設定好以顧問出席 才讓徐永明點頭 千萬別掛名 吳士昌還說 幫你要了十 一死一下 徐永明還回了筆贊貼圖 也成為深壓鐵鎮 經濟部是不是對 遠東集團和徐旭東開的 過往大力推動修法 徐永明一次透過 辦公室主任和律師 黃新賢的助理 陳鴻宇當傳話密室 講好220萬 其中100萬 進了10例賬戶 但剩下的金流 講不清楚 恐怕對案情內情仍有隱瞞 記者郭先生王文竹 台北採訪報導 好 好 好